葵山派出所接到报警,江桥十二村留护家儿媳妇吴庆娟追警,打捞上来已经断气,吴家去了人,蝶娘,哥哥,姐姐都在,一夜之间没了女儿, 吴家当然不依不饶要讨个说法,派出所的小张和小红奉命去收探证据,据了解,刘护家儿子叫刘希福,今年二十六岁,初中文化,吴固定职业,早前短期外出务工,值得注意的是,刘希福双腿在两年前制残,刘复声称因一次意外造成,下半生恐无复原希望,吴庆娟是在刘希福的双腿制残后, 经人介绍认识刘希福,那时的刘希福基本已经丧失行动能力,依然失去了支撑家伎的基本条件,而吴庆娟倾注心意是要嫁给刘希福,这让新属和村里人多事不解,刘护家因儿子的意外伤病,被生活负累了太多忧愁,吴庆娟同样来自静贫的农村, 但据刘复称,吴庆娟通行打理,手脚麻利,对她和老伴都很好,尤其是对儿子刘希福,自大认识之后搬来住,就一直照顾她起居和生活的方方面面,让刘复和刘母大为感动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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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